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双肩RUNE股 我们来跟进这个TOKROFT顶级手套 今天TOKROFT就上涨2%多 对比其他手套股呢,它就上的比较多一点 COSAN反而是Tex下来 HATTA也是其他手罢了 有点奇怪,不知道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来看回这个技术分析 你可以看到它今天这个紫色线呢 其实就已经把它拉下来了 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说 这些投码阻力线,这些投码缝 它是为谁做时间,为谁做价钱 为谁做成交量而变动的 不是一层不变的 所以我们要一直去注意这些投码缝的位置 一直要去注意这些投码阻力线的位置 来做一些判断,不可以一层不变呢 所以意思是说你要多一点看我的视频 不要看到一小时看回之前的 这样你就可以把整个布式穿起来 OK,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表 它已经是上涨了大部分2% 你可以看到它其实已经是非常接近这个 套牢盘 这个套牢要小心了 如果你之前是没有追的话 这个时候你就不要追了,要等了 因为它已经是接近这个套牢盘 而且这套牢盘你可以看到 这个也是这个 短线 紫线 这个是紫线看到吗 之前就是说 before 这个 蓝线跟紫线 下来的时候呢 它们曾经是处于这个位置的 也就是说 这边呢曾经有一批筒码 这些筒码呢 也就是这个套牢盘 蓝线是中长期的 这个指线是短级的 所以要注意一下 现在它股价已经是 接近了啊 接近了 呃 这个 我这边画了一条线 百线 这条百线是多少钱 0.805 这个要小心了 意思是说 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这个0.805 会不会挡住它的趋路 如果Totgraph可以突破 这个不是问题了 突破这个肯定是好事来的 这样之前满路的朋友呢 就可以继续守住 或者是加码 之前没有满路的朋友呢 也是可以满路 因为这个已经突破了 但是如果它没有能力突破 你看到它好像要上一步 像要上一步 像你看到它这边盘整啊 一直没有能力突破去 或者是 或者是 或者有时候它突破限制 然后又跌回来 突破一下子一跌回来 这个就要非常小心了 这个你如果没有之前 没有满路的话 你就不要去追了 不要去追 而之前已经满路的朋友呢 就要非常去注意 看下它有没有 看下它会不会突然间跌下来 比如说跌到0.76 0.75左右 这个时候你可能就要 卖出去了 所记的盈利 因为这个 之前我在很久之前就讲过 这边有两个大伞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这个中间这个伞 其实现在呢 经过了一个时间的转移 你可以看到其实底下的筹码呢 已经是比它更大了 对吧 这两个 底下这个 已经是比中间这个更大了 OK 之前大概两个礼拜前呢 你看到了这个是相对小的 这个是相对大的 现在已经是不同的这个 啊 心态了 所以一定要留意 所以它 也是有可能突破 也是没有可能突破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可以做的东西 就是密切的去注意一下 它有没有能力突破 这个0.805 也就是0.81啊 以上 呀 有的话 继续守住 如果你要加码的话 可以加码 之前没有满路的朋友呢 现在可以满路了 没有能力突破 我是说你看到它叮叮咚咚 这样好像要上不上 这样啊 这个时候你准备就要开始 慢出去了 呀 OK 呃 更高这边有这个 套牢牌更多了 这个啊是一个非常重的 这个是一块钱啊 这个是8毛钱这边 现在价钱是0.75 非常接近这个小的小山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记得 筹码呢 是会变动的 筹码主力线呢 也是会变动的 但是它过去的这个痕迹呢 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 比如说这个是过去的痕迹 大家一定要留意 因为一定要结合过去的这个筹码的这个位置 结合现在的位置 结合这个筹码风的位置 来判断它的这个支撑跟阻力线 然后呢 你就可以说OK 我就讲 我就强调了两个买点两个卖点 然后支撑阻力线的两个卖点 两个卖点 可以看回我之前视频 啊 OK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为止 如果你觉得有用 啊 你可以帮我去share 帮我去like 或者说 当然 最重要是要加入我的频道 这样你就可以继续跟踪 我的视频 你可以去看回 你可以继续跟踪我视频 啊 也可以知道一下我是怎么样去判断 这个 筹码主力线的 呀 这个 这个东西 我不怕你们学到的 因为这些指标你们没有 这个筹码主力线 这个指标 蓝色线 指色线 跟这个灰色线 其实 我一共有五条线 我说给你们看是三条线罢了 你看 它有更长的 更短的 我没有说出来 呃 比较少用吧 这样子讲吧 所以这些指标呢 呃 你们是 没有的 所以我不怕给你们分享 而这个筹码 啊 你们是可以从这个 Trading View里面 或者是Clios Cleaner里面 也是有 呀 ok 如果你觉得对你有帮助 记得 帮我share 帮我like 加入我频道 或者说你要sponsor我的话 就加入我的频道 加入我的这个会员 只是需要马币10块钱罢了 或者是说 你也是可以去buy me a coffee 这个网站呢 请我喝杯咖啡 也是可以的 谢谢大家